但常年被流水侵蚀的黄土地貌随处可见纵横沟壳,给风电施工带来巨大挑战。 8月下旬,宁夏罕见的连续降雨,让徐工XCA-1200全球首台八轴全地面起重机首秀,推迟数天。 红四谱风电厂,高低起伏的地形和松软的土质,更是给吊庄制造重重障碍和严峻考验。 这台设备在我们公司进行了大量的风电模型吊庄,都很成功。 但是真正第一次应用到实战中,我还是有一些兴奋和紧张的。 因为这里地形复杂,风速高,对于作业安全性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考验。 风电厂行驶道路坡度一般不高于15%,而它可以爬上超过30%的坡。 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大的转场能力,是因为它两侧16个车轮,可以自行调节轮胎高度同时受力。 在这之前,全球同行业最多使用的是六轴驱动,而这款产品首次实现七轴驱动。 我们对这台车进行了优化设计处理,九轴变八轴,打破了行业常规。 优化后的起重机转弯半径更小,自动降了20吨,更适合空间狭小的场地作业。 风电臂自折叠技术,是徐工针对用户需求而潜心开发的全球首创核心技术。 放眼全球行业,XCA-1200首次实现携带风电臂转场行驶和一键自动折叠。 这种效率的成倍提升,给吊装工程带来最直接的经济效益。 一切准备就绪,但乌云始终密布。 现在开始吊装。 第一段塔桶在小雨中开始吊装。 和以往三节塔桶的风电机型不同,这台风机共六节塔桶,总高度达到100米。 是智能微网项目最新试制机型的首次安装。 对于全球路上风电而言,百米高度首次使用全地面起重机进行安装。 XCA-1200又能否完成这突破行业极限的吊装。 液轮的安装是整个吊装过程中难度最大的环节。 每个叶片长度59.5米,组装好的液轮直径达到120米,重量60多吨。 这相当于三架布音787大型客机的体积。 而要将这样的超级空中飞行器送到百米高空,考验着起重机的微动性。 我们之所以能够完成百米高空的精准安装,全依赖由这台车具有的全球领先的微动控制技术。 在百米高空中,重物能够实现毫米级的移动。 经历千折百转后,64颗螺栓成功将液轮和发电机精准对接在一起。 在徐工主创设计师团队和吊装施工队的共同努力下,徐工全地面级重机在全球陆上风电安装领域,率先突破百米高空,成功完成首秀。 而肩负重任的XCA-1200正开往800米外的 来自动设计者团队和吊装领域。